9月10号是教师节 目的是号召大家尊师重道 铭记每一位老师的心情付出 在娱乐圈中有很多艺人 做过老师这一神圣的工作 他们有的是毕业后留校任教 有的是在演艺事业上小有成就之后 开始传道授业 今天小编就跟大家一起认识几位明星教师 黄磊作为演员的同时 也是一名大学教师 1997年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 担任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老师 作为老师的黄磊 少了在综艺节目里的幽默风趣 他的教学风格以严厉著称 任教期待表演系9799级学生 门下学生众多 像演员海青黄海波李姐姚晨杜淳关月等 都是黄磊老师的学生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黄磊老师精湛的表演能力 陈柏林林依晨赖亚言等都曾入名而来当他的学生 很多网友知道后纷纷表示 黄磊老师几乎交出了半个娱乐圈 虽然后来发文宣布辞职 但是大家心中依然把他当作一名优秀的教师 看来黄磊老师还是深得学生喜爱的 熟悉何景的人都知道 大家经常叫他何老师 这不仅是因为他优秀的主持能力 和对新人的提携照顾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曾是一名大学老师 何老师199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之后选择留校任教 在北外教小语种专业中的阿拉伯语 你再现一下我上课阿拉伯语音辅导课 其实是什么样子 就是我会拿着那个语音表 跟带学生练习 I E U 然后这个要注意 不是很浅的那个I E U 而是要用到喉咙后面一点音 所以要很脆 I E U 后因为何老师的主持等工作特别忙 再加上网上有人质疑何老师吃空想 之后何老师为了不给大家造成太多困扰 主动辞职 但是在北外的学生心中 何老师一直都是一位得高望重的人 再加上他优秀的主持功底和临场应变能力 都是值得每一个人学习的 我出道了28年第一次上何炯老师的节目 怎么可能啊 不对啊我们有合作过啊 但我没上过你的哦 我一直怀疑你封杀我28年 这个我我真的做到了耶 你真的做 我答应过自己比我优秀的人 不要请到这个台上了 天哪 很多网友看后表示何老师 不论是做老师还是主持人 都是非常成功的 说起张国立老师 可以算得上娱乐圈的传奇人物了 从最开始的铁路工人 到龙套演员 再到后来的影帝 导演主持人 张国立向大家展示了一条密集之路 成名后的他没有迷失自我 而是选择将自己的所学传授给年轻人 现在他担任重庆大学美式电影学院院长 表演系硕士生导师 在学生的毕业典礼上 还叮嘱他们认认真真的工作 老老实实的做人 做人要厚道 一张张整形医生制造的美颜 颠覆了今天的艺术审美 甚至动摇了对艺术追求的孩子们的初心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张国立老师 在做演员和老师方面都是十分真诚的 刘宽老师不仅在中国好声音 这样的音乐类节目中担任导师 现实生活中也是一名人民教师 刘宽老师1991年在对外经贸大学任教 主讲西方音乐史一课 也是国内最资深的明星老师 据说他每次上课 教室外都是门庭若市 就连走廊也占满了其他班级 慕名而来的学生 刘宽老师讲课从不看教材 融会贯通妙语横生 学生都称刘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 现在刘宽老师很少公开露面 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教学事业上 也多次去山区之教 为山区的孩子上课 很多网友表示 刘宽老师是一位让人敬佩的人民教师 在娱乐圈中还有很多像他们这样当过老师的艺人 像在中系担任表演系老师的陈豪 在北电担任表演系老师的徐静雷 他们除了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 还要将自己所学传授给年轻的学生 在这里我们只能祝他们节日快乐来表达敬意 一部视频独家策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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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